欢迎来到小陈的频道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 大嫂那年卖金镯子供我读书 得知侄子考上大学 我去了大嫂家里 我的做法让她彻底傻眼 我叫赵玉梅 出生在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山村 我的上面有一个哥哥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 因为家里孩子们多 再加上全家人的吃喝 都只靠着地里的吉姆庄稼地 所以在我小的时候 我们家里很穷 大哥是家里的老大 父母的辛苦他都看在眼里 大哥刚刚上完初中 就去市里打工了 记得大哥准备去市里的那天早上 他看到我背着书包去学校 就急忙拉着我的胳膊 对我说道 玉梅 我不是读书那块料 我觉得你平时的学习成绩好 你一定要努力读书 将来走出这个小山村 我准备出去挣钱了 等我挣到了钱 先供你上学 我听到大哥说的这些话之后 也是不停地点着头 因为我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想一辈子都待在这个小山村里面 大哥那年十六岁 因为平时吃得不好 大哥长得又低又瘦 他去市里的工地上做杂工 但是许多工地上都看不上大哥 觉得他的年龄太小了 根本就干不动工地上的出力活 后来大哥就去饭店做杂工 在饭店里面洗刷碗筷 每个月的工资虽然不多 但是大哥只要发了工资 都会把钱送回来 供我们姐弟三人上学用 自己只留下很少的一些零花钱 大哥在饭店的工作虽然辛苦 但是他却说 在饭店吃得比家里要好的很多 平时我们在家里 一年也吃不了几次肉 大哥却说 他在饭店里面每天都能吃到肉 因为每天都有客人们 吃剩下的饭菜 有些菜还很干净 大哥和饭店的服务员 就吃那些剩菜 他们觉得也没有什么 因为饭店的服务员 大部分都是农村的 他们从小就过惯了苦日子 在大哥二十一岁那年 他已经长成了一个英俊帅气的小伙子 因为大哥在饭店里面干活勤快 并且他的服务态度也好 所以说大哥在饭店的人员也很好 有一天中午 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孩 带着一位七十多岁的奶奶去吃饭 奶奶可能以前得过病 她走路很慢 需要女孩搀扶着她 那位女孩子长得胖乎乎的 并且还喜欢笑 就连点菜的时候 她也是满脸笑容 等到吃完饭之后 那个女孩子就把随身带的布包打开 准备结账 但是她翻了一下子包 一下子就愣住了 因为她的包里只有五角钱 并且包还被割了一道口子 两个人的饭钱 一共是六元钱 根本就不够 在三十年前 六元钱的饭钱也是很多的 那个女孩子看到这些之后 她一下子就急了 因为她发现自己包里的钱 被小偷拿走了 现在连饭钱也不够 更别提自己和奶奶搭车回家了 还要倒两趟车 这五角钱根本就不够啊 于是 这个女孩子就开始和服务员说着好话 能不能先不收饭钱 等自己想办法回家了 再把饭钱送过来 服务员也是打工的 她也没有办法 就和女孩子解释着 想着让她想别的办法 把饭钱拿出来 那位女孩子急得团团转 因为她在附近连一个人也不认识 大哥看到这些之后 他急忙走过去 从口袋里面拿出来了十元钱 递给了那个女孩子 让她把饭钱结了 再用剩下的钱坐车回家 那个女孩子不停地感谢着大哥 他告诉大哥 他今天带着奶奶来市里看病 看完病之后 想着带着奶奶来饭店吃点饭 想不到钱被小偷拿走了 等他回家之后 一定把这十元钱还给大哥 当时 大哥根本就没有打算 把那十元钱要回来 因为他觉得 这个女孩子的奶奶和自己的奶奶一样大 所以 才会心生怜悯 帮助他们 然而 让人想不到的是 弟 二天上午 那个女孩子 拿着十元钱来还钱了 并且 他还给大哥买了一袋子橘子 作为感谢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大哥就和那位女孩子成了朋友 他知道那个女孩子叫做燕琴 两个人慢慢地产生了感情 燕琴后来成为我的大嫂 后来 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 大哥就告诉大嫂 自己家里的条件不好 因为下面 还有三个弟弟妹妹正在上学 然而 大嫂却不在意这些 她只是看中了大哥的为人 大嫂的家庭条件 比我们家里好 她的父母那些年 为了不少的鸡 挣了一些钱 因为大嫂的父母 只有她一个女儿 所以说 两位老人都想让女儿 找一个有钱的人家 但是 大嫂只看中了大哥 并且大嫂的奶奶觉得 大哥这个人也不错 父母就只好同意了这门亲事 等到大嫂结婚前夕 她的母亲带着大嫂 去买了一个金手镯 因为我的家里穷 大哥根本就买不起金手镯 再加上大嫂不喜欢化妆打扮 她更不喜欢戴耳环和戒指 母亲爱女心切 拿出自己的积蓄 给大嫂买了一个金手镯 我见过大嫂的金手镯 那个金手镯 看着很重 做工也很精细 这个金手镯 大嫂平时舍不得戴 因为太贵重了 每到逢年过节 大嫂回娘家走亲戚的时候 她都会戴上金手镯 为了自己的面子 大嫂常常告诉娘家 那边的邻居们 这个金手镯 是大哥给她买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嫂已经结婚了两年 等到地 三年的时候 侄子已经一岁多了 大哥觉得自己 一直在饭店打工 也不是办法 因为家里的花销越来越大 大哥经常帮着饭店 去菜市场买鱼 菜市场卖鱼的生意很好 他觉得养鱼肯定很挣钱 于是大哥就把饭店的工作辞了 他和朋友们借了一些钱 大嫂又去娘家借了一些钱 两个人开始在村口 包了两个鱼塘 开始养鱼 谁知道 因为两个人对养鱼一窍不通 半年以后 大哥和大嫂养的鱼都死了 他们连本钱也没有赚回来 而且还欠了不少的钱 那个时候 我的侄子已经两岁多了 而大嫂又怀孕了 看着家里的生活状况 大嫂觉得进退两难 乌鲁偏逢连夜雨 那年我上高三 刚好父亲生病了 大哥一家人的生活 也陷入了困境 我当时就有了一个打算 我就算是考上了大学 又能怎么样 我的家里根本就没有钱供我读书 这该怎么办 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很渴望读书 因为我从小在读书上很努力 所以说 我在班里的成绩还不错 但是面对着自己的家庭情况 我也是无可奈何 再有三个月就要考试了 星期六放学回家的时候 我就和母亲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我想出去打工 不想上学了 因为我们班里 有好几位同学都出去打工了 大嫂刚好正在一边宅菜 她听到我说的话之后 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把我拉到了一边 对我说道 玉梅 你是不是觉得 咱们家里没有钱供你上学了 所以才打算出去打工 听到大嫂说的这些话之后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再也说不出来一句话 大嫂一边给我擦着眼泪 一边对我说道 玉梅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没有结婚的时候 私下里存了三千多元 就连你大哥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只管着上学 学费和各种花销就不要管了 我供你上学 听到大嫂说的这些话之后 我也很吃惊 因为大哥和大嫂 现在已经欠了很多钱了 大嫂怎么私下存了三千多元钱呢 她为什么不还账呢 第二天早上 我还没有起床 大嫂就早早地起床了 她把侄子交给母亲照顾 说想回娘家一趟 等到那天下午 天快要黑的时候 大嫂才回到了家里 她一进门 就偷偷地把我叫到了屋子里面 从包里拿出来一卷子钱 对我说道 玉梅 你看看 这是三千八百元钱 我没有骗你吧 只要你能考上大学 我有的是钱供你 今天我回娘家了一趟 把我存的钱拿回来了 你好好的在学校读书 将来考上大学之后 我供你读书 看到大嫂真的拿出来了那么多的钱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润了 因为那个时候 大嫂已经怀孕七个月了 她不辞劳苦 一个人坐车去娘家取钱 都是为了让我好好地上学呀 因为有了大嫂的那些钱作为保证 我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回到了学校之后 就开始费寝忘食地读书 等到三个月之后 我考上了外地的大学 当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送到我家里的时候 大嫂比任何人都高兴 她拿着录取通知书 拉着我的手 一个劲地对我说道 玉梅 我知道你一定能考上大学的 你大哥读书的成绩不好 咱们家里总算是出了一个大学生 那天 大嫂把那三千八百元钱交给了我 让我上学用 她说 我上大学需要四年 这些钱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 那年大一暑假回家的时候 刚好表哥结婚 我们全家人都准备去参加婚礼 大嫂穿上他结婚前买的裙子 站在镜子面前不停地照着 大哥在一边说道 燕琴 咱们结婚的时候 你们家里给你买了一个金手镯 明天参加婚礼的时候 你戴上金手镯去吃酒席 肯定很有面子 因为这些年 许多刚结婚的人都戴着金戒指 或者项链 那个金手镯丢了 大嫂随口说道 那么贵重的金手镯 你什么时候弄丢了 那个金手镯值三千多块钱啊 咱们家里根本就没有进小偷啊 大哥吃惊地说道 我刚才说错了 不是丢了 我这段时间记性不好 那个金镯子 也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了 大嫂吞吞吐吐地说道 那天 大哥开始在屋子里面翻来覆去 到处找那个金镯子 大嫂只是默不作声地坐在一边 看到大哥急得团团转 大嫂把大哥拉到了一边 偷偷地说了几句话 大哥再也不找那个金镯子了 她只是拉着大嫂的手 不停地说着 燕琴 等我有钱了 一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金镯子 看到这些之后 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猛然想起来了 大嫂给我的三千八百元钱 后来 在我的一再追问之下 大嫂才告诉我 去年我上高三 她搭车去市里 把自己的金镯子卖了 一共卖了三千八百元钱 她觉得 供我读书比什么都重要 那个金镯子也是可有可无 听到这些话之后 我在心里暗暗发誓 等我参加工作之后 一定要给大嫂买一个手镯 大学毕业之后 我把每个月的工资都收了起来 因为刚参加工作 每个月的工资也不多 我平时也是省吃俭用的 我积攒了半年 总算给大嫂买了一个金手镯 而大哥和大嫂的生活 在那些年 也慢慢地好了起来 大哥又把老本行干了起来 他和大嫂在镇子上面 开了一个饭店 饭店的生意还不错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侄子和侄女 都慢慢地长大了 而我也成了家 并且在县城买了房子 只要有空了 我都会回老家 看看父母和大嫂 十年前 侄子考上了县城的高中 因为大哥和大嫂 在饭店很忙 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照顾侄子 知道侄子考上了高中 我立刻就和大嫂商量 为了让侄子能够吃好休息好 有足够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 让侄子住在我家里 我负责侄子的饮食起居 所以说 在侄子上高中的三年 我就算是在忙在累 也要负责好侄子的吃喝 每天早上我四点多起床 给侄子准备早餐 晚上我会等到侄子下学之后 给她准备可口的饭菜 如果我上白班 老公在家里给侄子做午饭 大嫂想着给我们一些伙食费和房租 但是都被我拒绝了 我告诉大嫂 咱们都是自家人 不要客气 作为姑姑 我给侄子做点饭 也是应该的 后来侄子考上了外地的大学 在知道侄子考上大学的那天 我高兴得眼泪差点掉下来 从小到大 我觉得侄子就像是我的儿子一样 侄子实在是太争气了 我立刻给大嫂转过去了一万元钱 让侄子上大学用 谁知道 大嫂根本就不收那一万元钱 她告诉我 玉梅 豪杰 侄子 在县城上了三年高中 你一分钱也没有收 现在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我不会收你的一万元钱 看到大嫂不收钱 我也是无可奈何 只好把那一万元钱取了出来 送到了大嫂的家里 我告诉大嫂 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 你把金镯子卖了 供我读书 现在侄子考上了大学 这一万元钱是我应该给的 玉梅 当年我虽然卖了手镯供你上学 但是你参加工作之后 已经又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子 并且那个金镯子 比我原来那个还要大 大嫂疑惑不解地说道 大嫂 受人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 当年如果不是你供我上学 我可能高三那年已经回家了 现在说不定还在家里种地 因为你的帮助 我才有了现在幸福的生活 你的大恩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这一万元钱是我的心意 你一定要收下 如果豪杰上大学的时候 钱不够用了 只需要一个电话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地帮助你们 我想都没有想 直接对大嫂说道 在侄子上大学的四年 逢年过节的时候 我经常给侄子发红包 并且有空了 还会给他买一些衣服 现在 侄子已经参加工作了 他每次回老家的时候 都会先到我的家里 给我买一些吃的喝的送过来 侄子常常告诉我 我的家就是他的弟 二个家 等到我老的时候 他一定会尽心尽力地孝顺我 听到侄子说的这些话之后 我的心里也是美美的 我知道爱是相互的 只有付出了真心 才会得到回报 在我的心里 曾经帮助过我的每一位亲人 都值得我一辈子去尊重 一辈子去回报 接下来 小陈为大家分享另一篇故事 儿媳妇计划了一场全家的旅行 因为亲家公和亲家母都有去 所以为了避免尴尬 儿媳妇并没有打算带上我 可是出发前一周 儿子因为临时有事去不了 为了不浪费已经预定的酒店 所以儿媳妇 勉为其难地带上了我 也好歹是这一趟旅行 让我彻底看清了 儿媳妇的人品 旅行结束那天 我直接在机场 和他们一家分道扬镳 直接回了老家 妈 你别跟王生娇他们一家去旅游 他们压根没打算带你 你去就是给他们拎包的份 去旅游前几天 儿子颜辉特意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口中的王生娇 就是他的老婆 也就是我的儿媳妇 是你自己答应人家的 现在又变卦 那娇娇都喊我了 我能不去吗 我有些无奈地回应着 颜辉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 哎 妈 我是不想你又受苦又受气 王生娇那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们一家都是 我直接打断了颜辉的话 行了 行了 我自有分寸 再说 乐乐也去了 我就当帮忙照顾乐乐呗 乐乐是我的孙子 今年才四岁 正读中班 其实我理解颜辉的想法 我这个儿媳妇 确实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只是都成了一家人 除了尽量包容 我还能怎么办 说到他们俩人的婚姻 其实也怪我当初太糊涂 我和颜辉他爸 早在二十多年前 就已经离婚了 只不过 为了不影响颜辉 我们达成了协议 不让他知道这件事 所以 每当颜辉他爸 不在家的时候 我都是骗颜辉 爸爸去出差了 周末就会带你 去游乐场 可以说 我和前夫配合得很好 基本没有错过 颜辉重要的成长时刻 即便是学校的亲子运动会 我们俩都会以父母身份 一起出席 这一切 直到颜辉收到 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刻 我们才把真相告诉了他 颜辉有些惊讶 但是更多的是懂事 无论怎么样 你们都是我的父母 既然爸爸有了新家庭 也就不需要我照顾了 妈妈 以后我赚了钱 就带你享福 一个十八岁的少年说的话 虽然有些稚嫩 但是他确确实实在 努力践行着自己的承诺 大学期间 颜辉非常努力 不仅每个暑假都去打工 还连续拿了两年校奖学金 我收到颜辉送的第一件礼物 就是一台昂贵的苹果六手机 当我得知 那是他用了两个暑假打工 才换来的时候 感动和心疼 瞬间在心头迸发 不过 那一刻 我也知道自己的儿子 是真的长大了 毕业后的颜辉 前往了北方的 一座大都市发展 虽然刚开始求职不太顺利 不过凭借他不死小强 一般的任性 不到半年时间 还是在一家跨国公司 谋到了一份 薪水不错的工作 时间一换五年 就匆匆过去了 我也开始 对颜辉的终身大事 开始着急 经过一个没人的介绍 颜辉认识了 现在的妻子王生娇 说实话 第一眼见到王生娇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女生不太好 虽然王生娇长得挺漂亮 说话也客气礼貌 但是我总感觉 她有些装 骨子里对我们有一些 看不起的味道 颜辉是第一次谈恋爱 加上本身就是个直男 对女生自然也是搞不太懂 我告诉你们呀 王小姐家境很不错的哟 在本地还有两三套拆迁房 长得又漂亮 能交往 也是小灰的福气啊 我当时想 颜辉要留在这座城市工作 能娶一个本地姑娘 自然是好事 加上颜辉等于是单亲家庭 人家没有对我们挑三拣四 确实已经不错了 最关键 对方开的结婚条件 也不算高 十三万的彩礼 一套两十以上的房子 对方还帮忙出了二十万首付 所以被没人一番催说 我也没让颜辉多接触接触 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 婚后 颜辉才经常和我抱怨 妈 王生娇和结婚前完全不一样 没人之前说的 王生娇从事高薪工作 根本就不是 他只不过在一家国企 从事人事工作 月薪仅有颜辉的一半 而王生娇的父母 也都只是普通企业的员工 收入在这座一线城市 真不算多 至于两套拆迁房 也是他爷爷留下的 而且他还有一个大伯 一个姑姑 拆迁房的继承权 还不完全属于他 其实这些倒也无所谓 我们结婚 也并非要图女方的家境和钱财 但是生活毕竟是要两个人 一起承担的呀 只能说 王生娇真的是人如其名 娇生惯养 在家里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干 更不要说煮饭了 结婚半年 家里的活权都是颜辉一个人在做 而王生娇除了用甜言蜜语哄着颜辉 其他啥也没有了 颜辉原本也想抗议的 不过没多久就发现 王生娇怀孕了 为了让颜辉更安心地工作 在王生娇怀孕之后 我就从老家搬来了城市 和他们一起生活 可以说 我对王生娇的照顾 已经是细致入微了 然而 他还是有诸多不满 又是嫌弃我做的鸡汤太油 又是嫌弃我没把家里卫生做干净 王生娇在家里就像皇太后一样使唤着我 一会帮她倒水 一会帮她洗水果 好几次 颜辉实在看不下去 大声和她理论的时候 王生娇又会立马装出一幅可怜兮兮的模样 妈 对不起 我只是现在大肚子有些不方便 才叫你帮忙的 既然小灰说了 那我还是自己来吧 你叫小灰别生气了 这就应了那句话 会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她不吵不闹 一句话就搞定了我们娘俩 最后还不得我和颜辉继续伺候她 乐乐出生之后 这一切更是变本加厉 亲家公和亲家母 几乎天天都来看外孙 但是从来不帮忙做事情 甚至连尿布都不帮忙换 乐乐睡着的时候 他们就轮流抱着亲 乐乐醒了开始哭 他们三个立马就放下 喊我们来帮忙 头一个月还有月扫 我还能轻松一点 之后的每天 我几乎就像个陀螺一样 从早忙到晚 有时候我都想 他们不来就是最大的帮忙了 这样的日子 一转眼又过了四年 乐乐也都上中班了 我也就渐渐没那么辛苦了 上个月 刚好暑期来临 王生娇就提议全家人去云南旅游一趟 妈 这次我爸妈也一起去旅游 所以就不带你了 下次再带你吧 刚好 你带乐乐也辛苦了 就休息几天吧 王生娇依旧就是那张特别会说话的嘴 一句话委婉地拒绝了我 还反过来为你考虑 虽然内心有一点不愉快 不过想想也没错 和亲家他们一起旅游 注定也很多尴尬 还不如好好休息几天 既然王生娇都给了台阶 我自然也是顺坡下驴 立马就答应了 只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 颜辉因为公司项目的事情拖延了 所以他就没法去旅行 你知不知道暑期的酒店很难预定的 我一连预定了五个晚上 现在怎么办 为此王生娇还和颜辉发脾气 为了不浪费这些费用 也不想让他爸妈扫兴 王生娇不得已只好让我一起去 为什么说不得已呢 因为他预定的酒店都是大床房 也就是他得和我还有乐乐睡一张床 说实话住在一起四年多 我也没和他一起睡过 想到这里我也有些担心和尴尬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对的 旅游那几天 我就像一个庸人一样跟在他们身后 什么矿泉水 水果这些沉重的东西都是交给我来背 有的时候 走了一大段路加上炎热的天气 我有些疲惫 刚坐下来休息 王生娇就会不耐烦地呵斥 妈 你就不能跟上我们吗 乐乐要喝水了 你倒好 躲在这里乘凉 这哪里是旅游 简直就是花钱来受罪 他们一家四口拍照 我就是负责拍摄的那个人 王生娇也从来没有主动邀请我一起合影 唯一的几张景点照 还是路人拿我的手机帮我拍的 再说回晚上睡一个房间的事 因为白天我又要背行李 又要抱乐乐 所以确实很疲劳 晚上难免睡觉的时候就会打呼 这一打呼 王生娇立马不爽地把我摇醒 妈 你这样打呼 还让别人怎么休息 就算我不休息 乐乐也要睡觉啊 自知理亏的我 好几个晚上只能窝在一旁的沙发打个盹 可越这样 第二天我更没精神 走路慢了又要被王生娇抱怨 这些也就算了 直到回城的时候 一件事直接让我看清了王生娇的面目 那天他们准备买一些纪念品和特产回去 他们在店里选购了大半小时 我就带着乐乐坐在门口等待 没一会 王生娇拿着手机朝我跑来 妈 我身上钱不够 你能帮我先付一下吗 我二话没说 点点头 拿出了银行卡递给了他 并且小声说了一下密码 看到他们采购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出来 我也没多问 反倒是庆家母看 我的眼神有些复杂 准备上车之前 王生娇和庆家母一起去上洗手间 我想到车程还有一个多小时才到机场 就把乐乐交给庆家公 也准备去一趟洗手间 这一去 我听到了他们母女的对话 娇娇 你这一下子刷了你婆婆三万多 她不会说什么吗 怕什么 里面不是有一个玉的项链 我到时候送给她 她就不会说什么了 或许是洗手间里没有其他人 王生娇说话也格外大声 我在隔间里却听得一清二楚 庆家母的声音有些慌张 可是那个项链才一千元不到 你婆婆会不会 哎呀 妈你怕什么 那些东西买给你 你就收着 再说我婆婆的钱 不就是给我的吗 这次都破例带她来完了 还想怎么样 听到这 我内心不由自主地抽了一下 缓缓打开手机 看了看银行卡的消费 消费了三点四二万 居然只想用一个不到一千元的项链糊弄我 我刚准备推门出去理论 这时又听到庆家母说道 可是这些大包小包的东西 飞机不好拖运吧 王生娇轻声一笑 我都想好了 等下到了机场 我就和我婆婆说 没买到她的飞机票 让她坐高铁 把这些东西带回去 哈哈哈哈 我颤抖着双手 最终还是没有推门出去 泪水在那一刻 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辛苦地付出 只为了让颜辉和王生娇的婚姻 可以更幸福 没想到在人家眼里 这一切都是我应做的 何须糟蹋自己呢 颜辉说得对 我就不该陪他们来旅行 人家只是把我当庸人而已 我不动声色地陪他们 到了机场 就在王生娇准备开口的时候 我先脱下身上的行李 交给了她 冷冷地说道 娇娇 妈突然想起来 在这边有个老朋友 我就不和你们一起回去了 另外 你回去之后 尽快把钱还给我 我还要在这住几天 听到我的话 王生娇和亲家母 脸上就像吃了屎一样难看 妈 妈 渴 可是 你之前都没说 这里有朋友啊 有些事 是计划不了的 我对着王生娇冷笑了一声 接着转身 就离开了机场 回酒店的路上 我给颜辉发了条信息 我告诉颜辉自己准备回老家了 至于这段婚姻 让她自己慎重考虑 毕竟她才三十出头 未来还很长 没必要为难自己 发完信息 我在酒店订了一间大套房 并且让前台小哥 帮我订了一张 隔天飞回老家的机票 晚上 我到酒店泡了个温泉 吃了一份海鲜自助餐 还享受了一把态势按摩 既然都来旅游了 干嘛为了一些不好的人 而不开心呢 好好享受 才是人生的真谛不是吗 接下来 小陈为大家分享另一篇故事 一个月前 儿子儿媳就和我说 准备给我办一场盛大的六十大寿 一来庆祝我的生日 二来也是为了庆祝我正式退休 我本来只想一家人 简简单单地吃个饭就好了 但是儿子儿媳一再坚持 外家两个女儿也帮着劝说 所以我也只好答应了下来 然而 当我知道儿子儿媳的想法后 我彻底心寒了 在我们老家 有一个传统的说法 六十岁对于一个人来说 是一道很重要的卡 一方面是正式退休了 可以开始享受晚年生活 另一方面是家庭和健康 主要就是子女是否孝顺 夫妻是否和睦 身体是否健康 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所以我们内的人 一般六十岁都会摆一个寿宴 有些迷信的还会去寺庙骑个福 寓意着晚年健康 顺遂 不过对于我来说 并没有太在意这些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我的老伴在两年前因病 离开了我 所以没有老伴的晚年 我也没有太大的期盼 我和老伴算是青梅竹马 我们俩同龄 可以说打出生起 就认识了彼此 父母一辈都是地道的农民 我和老伴一家 在村子里还是邻居 小时候 我们经常串门 有时候甚至就在对方家吃饭 睡觉 毫不夸张地说 感情甚至比很多亲戚还要好 我和老伴从小学到初中 都是同班同学 基本上我和他每年轮流着当班长 只不过那个年代 农村的人对文化教育 没有那么看重 特别是家里有女生的 总觉得早点工作嫁人 才是最重要的事 所以老伴初中毕业后 就留在家里帮忙 把读书的机会 留给了他的亲弟弟 我的父母在那时候 还算是比较开明 一直支持着我考上了大学 当然这可能和我是家里独子有关系 有个妹妹 两岁时病逝了 大学毕业之后 我进入了城里一家很不错的国企工作 25岁那年 我正式把老伴娶回了家 并且带她来了城里生活 婚后一年 我们就迎来了宝贝女儿 受过高等教育的我 自然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 不过岳父母却有 前面说过我岳父母一家 和我们家既是邻居又是好友 所以他们很清楚 我家是一脉单传 也正是因为如此 岳父母就一直给我灌输观念 要生一个男孩 这样才不会让我爸妈失望 要知道 八十年代末期 早就执行了计划生育 超生可是要罚款 严重的还要丢工作的 岳父母似乎早就计划好了一切 一边托人打点关系 一边让老伴怀孕后 就躲回农村生育 我拗不过他们的催促 之后的三年时间 老伴硬是拼到第三胎 才生了一个男孩 为了生这个儿子 老伴吃了不少苦 身体还因此落下了疾病 所以说实话 对于儿子的到来 我不仅没有好感 还有一点讨厌 因为是个男孩 所以全家人都把儿子 当作宝一样宠溺着 也就间接养成了儿子 从小到大的坏脾气 不仅遇到不顺心的事 就爱发脾气 还不喜欢学习 两个姐姐都考上了本科 唯有她是一个大专毕业 学习不好也就算了 还没有一点上尽心 我好不容易给她 安排了一份国企的工作 她也是懒懒散散 事情做得一塌糊涂 要不是人家看着我的面子 早就把她开除了 她还经常不满地说 你就不能介绍个好点的工作 就这后勤工作 有什么好做的 一个月才五千 怎么够生活 每天下班 就和媳妇躲在家里打游戏 周末可以从早上睡到傍晚 这样还能指望 获得什么好工作 工作不行 要钱却很在行 记得我儿子刚结婚那会 又是找我们拿钱买房子 又是拿钱买车子 孙子出生后 更是动不动 要我们补贴奶粉钱 那个时候 老伴还在世 经不住儿子的软磨硬泡 最后每次都会同意 我也为此数落过老伴好多次 然而老伴每次都是笑着敷衍 老张啊 我们也就这么一个儿子 你不帮他帮谁呢 只可惜 孙子才两岁的时候 老伴就因为肝癌离世了 就连他离世前 还特意交代我 老张 我知道你对阿宝不满 但是毕竟他是你亲儿子 我走之后 你还是要好好照顾他 你一定要答应我 明明老伴即将离世 最伤心的人应该是我 他却只字未提到 关心我以后怎么办 甚至也没有一句话 要交代两个女儿的 我实在想不通 难道就因为一个 所谓的继承香火 让老伴临终前 都还放心不下 这个立马三十岁的儿子吗 不过 既然老伴都特意交代了 我还是顺了他的意思 老伴离世后 因为没有人过去帮忙带孙子 我就出钱请了一个住家保姆 每个月六千五百元 另外我也按照老伴在世前的标准 每个月额外资助儿子一家两千元 就当作是补贴孙子的奶粉和尿不浅了 老伴刚离世的时候 两个女儿担心我会胡思乱想 都提出要接我过去一起住 不过当时我还没退休 所以也就拒绝了他们的好意 在单位里 我也是一位小领导 所以我就尽可能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 让自己没有时间胡思乱想 至于儿子和女儿 那段时间 到时基本每周末都会带上孩子来家里看望我 所以我也就慢慢习惯了没有老伴的日子 然而这一切在半年前变了 只因为老家发来通知要拆迁了 这本来是件好事 可是我刚把这件事告诉孩子们 儿子和儿媳就立马找到了我 爸,你看琪琪也上中班了 再过两年就要上小学了 这笔拆迁款能不能给我们 我们想换一套学区房 我太了解儿子和儿媳了 他们总喜欢打着孙子的名号来找我要钱 至于什么学区房 根本就是借口 当初他们结婚 我和老伴就拿出七十万 帮助他们买了一套小户型 留给他们的月工仅仅三千元而已 更不要说还有后期的资助 要知道我两个女儿结婚的时候 老伴除了让女儿带走彩礼钱 仅仅给了十万赔价而已 这在我看来已经是非常不公平了 现在老家拆迁 他们却立马盯上了这笔钱 实在令我感到很不舒服 不过我还是找了个理由回应道 你们那套房子虽然小了点 但也能画片一个学区吗 现在房价都在跌 卖了再买房也不合算啊 儿媳妇立马接话 爸 那可不一样 不同小学对琪琪以后读书有很大的影响 你看 如果是他们说的一套一套 显然已经计划好了一切 我也懒得听下去 直接打断了他们 这房子你两个姐姐也有份 我不能自作主张 等他们一起商量一下再说 我两个女儿嫁得也都还算不错 外家老伴生前也给他们灌输过要照顾弟弟的观念 所以我知道他们最后也都会同意 我之所以这么说 只是希望儿子不要把我的一切财产 都看成应该理所当然地留给他而已 然而令我们都没想到的是 这次拆迁方案里补偿款并不多 多数只能拿到异地的安置房 这下儿子儿媳瞬间傻了眼 虽然异地的安置房面积有一百多平方 不过所处的位置很偏僻 别说卖了 出租也不过一个月才一千元 我为难地对着儿子 他们说道 阿宝 你两个姐姐也同意了 安置房的租金都归你 等待行情好的时候再卖吧 看到儿子和儿媳那苦涩的脸 我内心有一丝窃喜 但更多的却是恨铁不成钢 这是我以为就这么过了 没想到他们又瞄准了一个时机 这就是我的六十岁大寿 爸 下个月就是你六十大寿了 我要给您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寿宴 顺带庆祝你光荣退休 一个周末的家庭聚会上 儿媳妇当着全家人的面 直接热忱地说道 我笑着摆了摆手 这有什么好庆祝的 到时候你们一起回来吃顿饭就行了 那怎么行 自从妈离世之后 我们都没给您过过一个正式的生日 六十大寿可不是小事 没大半 别人会说我们不笑的 而媳妇的话音刚落 两个女儿和女婿 立马也附和地点点头 劝说起了我 说实话 那一刻我还真有点感动 心想着儿子也终于长大了 懂得孝顺自己了 最终我也是点头同意 还把准备宴请的亲朋好友 名单列了一长串给他们 那天在酒店 足足摆了接近三十桌 除了亲戚朋友 还有不少我职场上的同事和客户 他们从下午就来到酒店 有的开了几个包间打麻将 有的开了一个大包间唱歌 还有的和我一起喝茶聊天 然而到了晚宴 当我兴高采烈地走到宴会厅 看到儿媳和儿子 我瞬间明白了他们的用意 他们居然在宴会厅旁边的一个包间 设置了一个礼杖桌 不仅来的宾客都登记名字随了礼 有的还给了礼物 又是纯金的摆件 又是陈年的茅台 我刚想仔细看 立马就被儿子拿了一块不盖住了 我瞬间有些生气地看着他们 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摆寿宴不是为了收钱 儿子和儿媳故意回避了我的眼神 唯唯懦懦地说道 哎呀爸 您过生日 这些宾客都是自愿随礼 我们才登记的 又不是我生气地拍了一下桌子 胡扯 你们一开始就计划好 要赚这个钱了是吧 我 然而话没说完 我就被几个老朋友给拉走了 他们还劝说着 老张 过受发什么火 这都是吉利的事 也是我们自愿给的 两个女儿见状 也立马上来拉着我往主桌方向走去 眼见这么多宾客 我也不好意思再多说什么 那天我喝了很多酒 也和很多好朋友聊了整整一晚 说实话 确实很开心 我都不记得自己怎么回的家 第二天醒来后 我除了看见客厅摆放着一个纯金的盘桃 什么都没有了 我立马给儿子打去电话 阿宝 亲朋好友送我的礼物呢 怎么就一个 电话那头明显愣了一下 接着儿子假装没睡醒 懒洋洋地说道 就那个金盘桃啊 还有几箱酒 你们不是吃饭的时候都喝了 真当我老糊涂了 虽然当时他及时用不盖住了 但我还是看到了不少东西 明明还有玉器 茶叶什么的 这很明显 就是为了吞走我的这些礼物 我继续问道 那你们收的礼金呢 嗯 那个礼金也就十万 酒店一桌都要五千了 都花在酒席上了 我的心瞬间寒了 大女儿之前就告诉我 酒席一桌打完折是三千六百六十六 到了儿子口中却变成了五千 而且我问过两个女儿 她们每家都给了六 六万的红包 加一起都超过十三万 即使不算宾客给的 怎么可能才十万 沉默了片刻 我叹了口气 张志宝 你们把这辈子的亲情都用完了 钱和礼物 我不会向你要回来了 但是你要把这些清单给我 这些人情 以后我要还回去的 说完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默默地点了一根烟 站在老伴的一项面前落泪 在老伴眼里的宝贝儿子 只会索取 从来没有回馈 除了每次来看望 我带来的一袋水果 再也没有给过我一毛钱 拆迁拿不到钱 就用这种方式 变相找我拿钱 以后我还能靠他养老 算了吧 庆幸自己还有两个女儿 另外给自己多存一点退休金 免得老来被人嫌弃 你不要忘忍了 中文 gin 冼 山 战 拿 就 全 雨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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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